你陷着现在的心情 也许你暂停过所有的事情 却从来也不肯对我多说一句 你总说日子难过终究还有我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不一样 这个地方叫做新加坡 来到了南洋难怪这太阳这么热 是啊 赶快介绍我们这个 到新加坡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剧情 对 那就说梁宽人到了新加坡去偷金 去偷金 偷金好像没有成功 那黄叔母的决心到南洋去找他 去找他 那黄叔母到南洋 到底能不能找到梁宽人 大家已经心里很紧张 赶快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礼拜 展新内容 黄飞红 卫红 由南洋 黄飞红 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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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卫红 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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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卫红从卫红 作曲 李宗盛 不如金刚 胸金白千张 眼光万里长 我八分土墙 我好汉 作个好汉子 每天要自强 歌血难而寒 比太阳更光 这个师傅啊 也真是的 平常本人看病呢 都不收人家钱 结果现在自己嘎票子 需要现金了 才叫我来收 好热闹 怎么这么多人呢 好热闹 好热闹 不要说我好热闹的 我没跟你说好 这个探紙一生只有一只机会 真的好热闹喔 我说从南洋回来 看我头上戴的 身上穿的 还有这挂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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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个投资赚钱 要注意几个要素了 来看 好 小小投资二十粮 一年中一万粮 好 好 快就别快就别人 众有家财万财 不如一场再生 好 丁凡同 丁凡同 那是谁 狮子红金矿区 同资度假 两厢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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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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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来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豪华轮来回 新鸡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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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 貌美的女佣服饰 貌美的女佣服饰 好 好 好 还有两个 我从南洋回来 不得了 我从南洋另外带回来的两个 南洋美女 是不是 还有 还有这些 这个芭蕉姐妹 首先讲讲了半天 简直是口干什么 赶快叫出来 我请两位 对 洋营工具秀给各位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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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贏了晋级 來 換你們兩個猜了 你們兩個猜 剪刀石頭布 哇 你真是幸運 你又贏了 這次猜輸的晋级 也是我們保戰您會贏的 最後一個 謝謝 不行啦 你們 你們真的只猜一個名額 我跟你說 我好希望我師父能夠跟我一塊去 可是如果真的沒有名額的話 那我想 我放棄這個機會算了 這位朋友 不要急著走 我看你啊 是真講義氣 這樣好了 我告訴你說 我從南洋到這裡來 看到第一個像你這麼講義氣的 破裂 我給你增加一個名額 你只要再出二十兩 我就跟你師父留一個位子 而就是多等賬 真的 真的 不能告訴別人 太謝謝你了 二十兩 二十兩 還好啊 我今天去幫師父收錢 那就拜託你了 那太好 謝謝我們去掏金的 是掏金哦 滿地都是金子 都是金子 好好謝謝金姐 一定來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恭喜 恭喜 都有份 都用分 是是是 來呀來 來呀 嘔起面對萬重浪 Oh my mind Give me five 不再徘徊 眼鯛魚 喝杯山不再浪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影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均莫笑 鼓来身战几人回啊 师父 好大的葡萄 你是白痴啊 这怎么会是个葡萄呢 你没看到 这明明是个百香果啊 你要知道 迎师作对一定要有联想力 你把它想象成葡萄 那意境多美呢 这都不懂 谢谢师父 贵叔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欢迎欢迎请坐 贵叔 是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需要我替您看看吗 不是不登三宝殿 不瞒您说 我是要来要回 宝之林最快地 贵叔 此话怎讲 当年你父亲出钱 我出地 何盖了宝之林 如今 经商失败 我已经将宝之林压给钱庄了 压了多少钱 压了八千两 八千两 还有两千两的利息 八千两千 那合起来就是一万两银子 是一万两银子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照你这么说 就是我们得把这宝之林 大好的银子 完全都放弃掉 不行 这是我爹所留给我 我怎么能够让宝之林毁于一旦 贵叔 你快帮我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办法是 如果你能在一年之内 凑到这一万两银子 或许还有机会吧 一万两银 这谈何容易啊 不过 贵叔 多谢你相告 这一万两 我会赶快想法子的 您请回吧 最后 贵叔也是不得已的 我知道 我走了 贵叔 都送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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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刚刚门口那个病人师父 来看癌症的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两银 你难道没有看到师父的脸色 很难看吗 真正脸色难看的是师父 不是 师父 我真的好消息告诉你 天大的好消息 我告诉你之后 你脸色就会变好看 两银 师父现在心情 很不好 你别跟师父胡说八道 不是 我 你先听我说好消息嘛 不要讲了 两块 你晓不晓得 我们现在宝质林 正遭逢大难 有人要来把我们的 宝质林的地修回去 我们的宝质林 待不下去了 害呀 师父 你先听我讲的好消息 你就不会为了 这个事情而担忧了 我怎么不担忧呢 人家要一万两银子 我们去哪里找 一万两银子呢 一万两 小案子 一万两 我给你讲师父 刚到回来说呢 刚我遇到一遇到 南洋淘金招募站里 知不知道 他说呢 只要我们去淘金一年 我们就可以赚一万两 你家伙的话 那就是两万两 而且还有四大宝账 第一个宝账就是说 豪华邮轮 我们可以搭乘来回 第二个呢 我们就会有豪华 五星级的别墅可以住 第三个 有私人的轿车解锁 第五个 还有飞机女友 伺候我们的 好过瘾 你想想看 我们只要去淘金 我们就会有这么多的好处 师父 你不要再给人把卖了 我们去淘金吧 哎呀 梁冠 你给我坐下 莫名其妙 我 坐下 你听师父说 你刚刚讲的这一切的一切 根本就是好高骛远 我看 你是被那迷夢冲昏头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一定要脚踏实地 天底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便宜的好事 会落在你的头上 师父 你想想看 你不投资 怎么会有一万两 是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 他刚从南洋回来 他全身上下 穿金带鱼的 而且博上那条金链子 把他脖子都压弯了 你看我博出 他还请问 他说两宽 好漂亮的两个姑娘 我告诉你 他不会骗我的 梁冠 你真是鬼迷心巧 我告诉你 我们赚钱一定要脚踏实地 现在就应该一步一步地去下 我们怎么样去凑足这一万两 才能保住我们的保之灵 帮师父一块想想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把保之灵里面 所有的药材 全部清仓 跳楼 大拍卖 应该可以换个八十两 如果我们再把里面这些加到 全部都盘出去 应该可以盘个五十两 五十两 有了 把师父我的辫子拿去卖了 这辫子减了去卖 目前市场上的售价是八两 我是黄飞红 应该可以算九两 全两 师父还可以去卖血 师父去当血牛 我身上血不多 也好歹可以卖个十两 还有你 你的血比较多 你可以卖十五两 可是我有病了 没关系 我们再来想想 这样全部凑凑多少了 两块 师父 你明知道我算数不好 我算不出来 这样凑一凑 就应该可以有个百来两 那么我们就只差九千八百多两 有了 我们还有二十两 今天师父不是让你到外头去收账 那二十两呢 我花掉了 两块 我拿去参加南洋淘金赵沐山暴龙了 师父 你简直是个败家子 在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 你拿着钱去乱花 你 师父 你实在太让师父痛心了 你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物业 你枉费我们保志玲将退你 师父 师父 保志玲现在正值危急存亡之穷 我又是保志玲一份子 我要耽误起这个责任来 师父每次都叫我 没出席 不承财 不长进 好 我就要赌回这口气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能够在一年之间赚回一万两 而且我报名费已经交了 我要去找那个老头 我要去拿来掏金 师父 我走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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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为什么不要我 师父 你为什么不要我 刘大妈剪指甲四两 帮张小姐缝衣服凉凉 隔壁王大婶的裤子破了 买条新的替他跑腿又是凉凉 我黄飞红最近已经什么事都做了 不过对于我们的债务倒是有所帮助 只差八千九百多两了 太好 对了 如果找梁宽 替那留审 轻轻厕所 还可以再转两两 梁宽 梁 梁宽 师父 师兄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留了一封信 叫我交给你 是 梁宽 什么时候学的人要闻邹邹的 五文弄墨 还写信 师父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坐上开往狮子城的豪华邮轮 你 你 不用讶异 现在追已经来不及了 请原谅徒儿的不告而别 是的 这些年来多亏您的辱骂 您的 不是 您的教导 这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 一年之后 我将一锦返香 我不会让保志玲断送在您 不是 断送在钱庄手中的 只是这段日子 师父您必须忍受 没人伺候 说话没人接话 骂人也没人回应的痛苦 不禁一时不长一致 希望师父您能够再 化悲愤回力量 千万不可因 无知不在 而怀忧丧之 好好地经营保志玲 才不辜负徒儿对您的期望 PS 别忘了到后院去喂狗 爱徒梁宽流 哎呀 说她文笔不同嘛 还喜欢五文弄墨 不过 怎么就这样不告而别呢 这梁宽 说她是我的爱徒 一点都不错 她是我最爱骂的一个徒弟 不然走 心里还真是苦 好像少了点什么 不过也好 让她去闯一闯 总有一天能够成为大人 梁宽 两块 在的往里 我不知如何告诉你 只能够和你闲着现在的心情 也许你暂停过所有的事情 却从来也不肯对我多 所以拒绝 你总说日子难过中 草皮新闻草补新闻 不是新闻不屁 不高草皮 我不爱屁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非常高兴今天是中华民国 82年的9月15号 星期三 赶快来看看今天的草皮新闻 一项草皮新闻为大家介绍的 都是新闻 但是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要讲讲旧闻 什么样的旧闻 却是有趣的旧闻 在十天前呢 我们的这个连环炮外景队呢 非常开心的大队人马 开拔远赴新加坡 为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拓展 我们连环炮观众朋友的视野 让大家耳不一声啦 对了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外景队伍呢 远赴新加坡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拍摄了一系列 黄飞鸿下南洋的精彩画面 跟精彩剧集 当然董伯妹也特别在新加坡 为我们访问了许许多多 你非常喜爱的明星跟偶像 还有我们的草皮新闻 特别测入了很多新加坡的实地 而且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 新加坡著名的风景人情 赶快来看看今天精彩的 新加坡黄飞红游记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我们的连环炮外景队 一行一共有一个人 对了就是主持人 曹启泰他一个人 自己推行李 自己办护照 自己到柜台去办登记 其实讲真的 我们有的时候出国出外景 不是像大家出国旅游 一样这么轻松 你看 手上还有一个铁箱子 那里面是水电材料 到新加坡去帮人家修水管 但是我们机场柜台的接待小姐 实在很亲切很可爱 还招待我吃糖 而且还叫我全部带回家 你看真是好人啊 来看看 我们接下来当然要进入海关 对了 这是一个国家的大门 我们就要从大门 离开自己的家了 看到大家亲切的笑容 我告诉你 你不要看看我们这个曹启泰 好像到处打招呼 是因为旁边 有将近一万多个影迷 都在热情的围观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那些影迷统统打开了 不让他们接近我们的巨星 不过讲真这一万多个人 也都是花钱请来的啦 还是有点辛苦 哇 你看飞机飞得多快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 就是新加坡 张仪国际机场 Terminal 2第二大厦 是的 我们现在从新加坡落地以后了 也看到当地有数以万计的影迷 都还在家里还没有出来 我们的组织人决定要自己来办东西了 实在有点辛苦又有点可怜 你不要以为他搬不动 他这几天当的都是捆工 搬运工 你看连灯光器材都要他搬 连那个导演都要他搬 我的天啊 这导演有100多公斤 我不搬你了 再见 我上车啦 还打招呼 别抢镜头 好 我们的车现在决定要开进新加坡了 沿着这个非常风光明灭的大道新加坡呢 在我们抵达的时候这一天天气很好 这是我们的问奖 紧接着我们车子开到哪里呢 就开到了新广局 哇 你有没有注意到 门前有一个大帅哥头上戴着安全帽 上面还戴着一户圆圆的墨镜 我告诉你 在新加坡 每一个人都非常遵守交通习惯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摩托车 而且每一个摩托车的驾驶都会戴安全帽的 好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他们的广播电视局去参观了 看看人家的电视作业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走 播在这里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声明天 还有更精彩的新加坡邮寄的系列报道 别忘了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欣赏我们连环炮